圆标题 圆十二三陵余年,陵墓中包括十三座皇帝陵,二十三座皇后陵,二座太子陵,七座妃子陵和一座太监陵,它位于北京西北郊昌平区境内的燕山山路中的一座天寿山,距经五十多公里,总面积达一百二十余平方公里。 在中国历史上的帝王陵墓中,零十三陵是保存的相对好的一处,其建筑之雄伟,历史文化价值极高,建国初期,国家为了保护这个文化古迹,以重点保护文物对待十三陵。 十三陵分别于1957年和1961年,被设立为北京市第一批重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,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1982年,又被国务院确立为全国四十四个重点风景名胜保护区之一。 1991年,在四位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圣地四十家之一,1992年,被北京旅游世界之最评选委员会,评为是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,如此完美的一座陵墓,却不该是无人问津的。 然而纵观古迹,却曾未遭过倒,究竟为何?文物工作者通过研究和测定发现原因有三。 首先,十三陵的墓道的设计极为不规则,一改常规地通过中轴县笔直通往墓室,从边上环绕而上,一绕就容易把人带上偏路了。 其次,明十三陵位于首都附近,从明治清再到北洋和县政府,政府加大对文物的保护力度。 再者,十三陵坐落在小盘利地区,周围重鸾叠仗起到了屏障作用。 据说,当年孙殿宁到了十三陵,都不敢碰触这个陵墓,要知道孙殿宁可是曾以剿匪的身份,盗掘了干龙皇陵墓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的人。 而且光到墓还不止,他甚至把慈禧尸体抛于荒郊野陵,这种无恶不作的人,还有陵墓能够让他止步过前的。 莫非在十三陵中,真的有令他恐惧的吗? 明十三陵周边镜色重真十一年1638年,清兵绕道洗风口载入长城,深入京都南面,进攻高阳城。 其实,告老还乡的明朝兵不省书,监东阁大学是孙成宗帅家人,及全城居民守城抗清,中阴清兵势众,城破被俘, 清英清盟阿继格百般利诱,孙成宗誓死不详,阿继格恼羞成怒,静下令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活活乐死, 接着清军图城,将孙家满门老小和全城百姓尽万人杀了个干干净净。 其实,孙成宗在带领高阳百姓守城时,就预料到城破之后会有这个结局, 他既要为大明朝尽忠,又不想使孙家一门绝后,于是,守城前他多留了个心眼儿,将自己的四个儿子叫到面前, 神色严肃地对他们说,我将带领你们弟兄四个为国尽忠,誓死守城。 但如果苍天有眼,看在我们孙家一门终烈的份上,绝不会让我们孙家绝后的,你们四个各自安排一个儿子,让他们在城破后想办法往外逃,只要能逃出去一个,我们孙家就不会绝后了。 于是,孙成宗的四个儿子回到自己的小家后,按照父亲的意思,四位夫人带着各自的小儿子和一个丫鬟相机往外逃, 其余家庭成员,无论男女老少,都随老爷子守城尽忠。 孙殿英出生时,满清政权虽已岌岌可危了,但满人还是比汉人有特权。 孙殿英八岁时,开赌场的父亲,因与一满人赌徒发生纠纷,被这个满人赌徒杀死,可这个满人赌徒因为朝中有关系竟没有被处决。 于是,孙家与清廷的仇恨又增加了一层。 孙殿英十多岁时,她的母亲便将辛仇旧恨反复讲给她听,希望她有朝一日能为祖上争光,为父亲报仇雪恨。 老实讲,小时候因害天花落了一脸麻子,被人称为孙麻子的孙殿英,十二岁时就天天混迹在赌场,以赌博为乐,脑子里还没出现替祖。 上和自己的父亲报仇的想法是,清廷就完蛋了,报仇就更无从说起了。 民国初年,孙殿英竟跑到洛阳走上了贩运鸦片,制造毒品的道路。 为此,坐镇洛阳的北洋御帅吴佩福严令击补的,孙殿英在洛阳无法立足,就带着部分手下逃到陕州,兼河南陕县大山里,究极当地一批土匪、毒鬼。 叶范,组成一支武装范燕队伍,成了成雄一方的土匪头子。 民国年间,政权走马正式的替换,有枪就是草头王,孙殿英更是草头王里的隋风草,谁的势力大他就跟谁走。 五六年间,他先后投奔过玉西镇首,使丁湘陵,国民军军长叶全,后又转头同日土匪出身的山东王张宗昌,并被任命为使长、军长。 当直鲁联军在北伐军打击下节节败退之际,孙殿英一看张宗昌不行了,又见风使舵投靠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元全, 被任命为第十二军军长,孙殿英中监孙殿英,到东陵案发后,全国舆论哗然,蒋介石为平息舆论,让时任精金位数司令的阎西山审理此案, 但孙殿英用道德的宝物贿赂蒋介石和英心、宋子文、阎西山等一干民国政要,使此事虎头蛇尾,最后不了了之, 事后,作为阎西山指定的审判长,进军将领商阵,竟煞有见识地说,孙成宗托梦,让孙奎元孙殿英,自奎元道东陵,还真是冤冤相报啊。 后来,逍遥法外的孙殿英,与人谈及道东陵之事,竟洋洋得意地说,满星杀了我祖宗三代,我不得不报仇革命呢,到了清帝灵,我对得起祖宗,也对得起大汉同胞。 历史上能够超越唐宋之志的朝代只有明朝,它不仅经济触及了全球,它的文化艺术成就,也可以说是撼动了整个世界的朝代,如此强大的一个朝代,引得举国上下的尊敬。 当时在汉人心目中,明朝就是正统的代表,孙文口号就包括了驱除达鲁恢复中华,而孙殿英心里也清楚明白,要是盗绝了明帝墓,他将面临一件事,死,毕竟盗墓本就是掉脑袋的罪行,若再冒犯了明灵,那就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韦了,不说会给他带来多大的灾难,就算是他手下的兵, 都要集体逆反,所以当他到了十三灵所在地,却不敢继续往前走,只默默摇头说出了八个字,报仇雪恨,破坏风水,意味道此喜目,只为报仇雪恨,假如再往下挖,只会坏了风水,来源,文字控文西科T版全声明,文章源于网络,如亲权请联系责编投稿信箱,TGITWE 欢迎您原创投稿,曾国藩家书三国演义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稍苹文西科T